鳄鱼是一种生活在水下的猛禽 它们和恐龙出现在同一个时期 但恐龙灭绝后它们却没有灭绝 这一族一见得鳄鱼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 它们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对手 可即使是再强的鳄鱼也会有自己的天敌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就是鳄鱼的天敌 吃鳄鱼就像吃辣条 经常拍下全过程 鳄鱼实力强横右斗的凌人 在水中潜伏的时候 有不少人都以为这是在水上飘着一块赖木头 一些动物被鳄鱼的障眼反蒙蔽 无知的来到水边喝水都喝 最终都被它们拖入到水中 下面这只鳄鱼在捕食的时候 偏偏就遇到了自己的天敌水塔 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看起来人畜不开的动物 竟然是鳄鱼的头号天敌 镜头一转一群水塔在水边减浮捕食鳄鱼时 领头的水塔率先出洞咬住鳄鱼的口咬 其他的水塔配合默契应用而上 察觉到危险的鳄鱼此时只想离开 但已无尽于事 面对数量如此恐怖的水塔 鳄鱼要想逃脱显然已经不太可能了 最终它沦为了这群水塔的盘中餐 竟然力尺的鳄鱼吃起鳄鱼就像是在吃那条 要不是镜头进度下这一幕谁敢相信 这种动物竟然能把鳄鱼制的服务贴贴 还能被称为鳄鱼的天敌呢